你好 大家好 我是山野行特派員陳彥波 當然很多朋友都會有疑問 登山一定要穿登山鞋嗎? 跑鞋不可以嗎? 答案是 大妹 不行 為什麼? 一般的跑鞋呢 大家看到前面的鞋頭比較軟 登山鞋的鞋頭有防踢的材質 所以比較硬 能夠去保護你的腳踝 那另外的話是在我們鞋底的部分 一般的跑鞋或籃球鞋的鞋底會比較軟 當然彈性也比較好 但是如果當你要背著20公斤以上的重裝包的時候 在鞋底的設計 登山鞋 它的鞋紋設計就會比較深 那另外的話就是在我們腳踝的部分 會設計覆蓋過腳踝 所以一方面就會保護你的腳踝 比較不容易翻船 所以這就是跑鞋跟登山鞋的差異 選擇登山鞋一定要搭半號或是一號嗎 答案是 是的 為什麼 因為一般來說呢 我們在長時間行走的天數下 跟著我們海拔壓力的增加 腳呢 就會變得比較腫這樣 一般呢 我們在登山鞋呢 我們為了要保護雙腳 所以相較於一般的運動鞋 會一定要來的硬一點 所以呢 我們的腳 就必須要套著你的羊毛襪 然後套到登山鞋裡面去試鞋 什麼時候試鞋會比較合適呢 就是在每一天的下午 或者是在你運動過後 戴著你習慣的襪子 去戶外用品店 去挑自己適合的鞋子 在這邊是我們擺放所有專業的戶外鞋款 大家看到有休閒鞋 越野跑鞋 還有登山鞋 每一雙鞋底的鞋紋的紋路 其實都不盡相通 裡面有很大的知識 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戶外鞋呢 必須要以下四點 第一個是時間 天數 地形 還有負重 來決定選擇自己的戶外鞋 在短時間以內 或是一天的時間的距離 平躺的地形 我們就可以選擇跑鞋 但是如果我們要因應各種不同 在大自然中的地形 比如說土徑 迷密 石塊 上下坡 我們就必須要選擇輕量的践行鞋 或是輕量的越野跑鞋 比如說像我在手上的這一款的越野跑鞋 一般來說我們在跑越野跑 或在荒野中的時候 我們的鞋帶很容易會被樹枝所勾住絆倒 所以呢 在越野跑鞋也有很重要的設計 就是我們的鞋帶 可以完全的把它收在我們的鞋舌上面 那再來另外呢 就是在我們的前面呢 也會有一個防梯的一個材質 去保護我們的腳趾頭 再來是我們在鞋底中間的橡膠材質 為什麼會做這麼厚 因為我們當下面如果有石塊 有樹枝或尖的碎屎都踩下去的時候 會能夠增加我們的彈性 去保護我們的腳底板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鞋底的設計 是一個非常大的絕問 大家看到在後腳掌的部分的話 然後它的屬於是做倒勾的這種材質 前面是做前勾 後腳掌呢 主要是做煞車 還有在自動牽引的部分 前腳掌呢 基本上就是做牽引跟推進力 所以呢 我們在前頭的地方 也會做一個弧度的一個調整 超過一天以上的時間 那或者是我們相對要負重的情況下 越野跑鞋它的支撐性就比較稍顯不足 所以我們要選擇 支撐性更高 包覆性更好 以及承受性較高的登山鞋 那其實登山鞋呢 大家看到它的前面的防撞材質呢 基本上會做得更加強 只要超過20公斤以上的這些負重 我們在更專業的鞋款呢 我們就可以去選擇加上支撐片的這種鞋底 那它的支撐性會更高 一般來說鞋子如果越重 我們腳落下的穩定性就會越高 所以呢 如果是超過20公斤以上的負重 我們可以建議 鞋子的款式可以選擇高筒 包覆性到腳踝 所以你的腳就不會造成支撐性不足 所造成的腳踝會翻船跟受傷 鞋子就像是你的好朋友 會長時間跟你相處 為自己挑選一雙舒適的戶外鞋 一起到大自然場所吧 出發